台中以传统机械机具起步 进而发展为精密机械科技的黄金纵骨 不过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多数企业呈现负成长 但企业们仍然不弃呢 逆流而上 唐氏金首奖出炉 又是七家优秀中小企业脱颖而出 唐氏市长卢秀燕颁奖肯定 也表示因为他们使台中基地成绩表现亮眼 投资额六都第一 恭喜恭喜恭喜 从市长卢秀燕手中领下荣耀 台中有时其他企业经过严格评选脱颖而出 拿下金首奖的殊荣 市府肯定他们对台中经济的贡献 干!掌声在哪里?恭喜大家 包括书念审 包括现场的反查 那是非常经过严格的 所以宁缺物烂 他没有每年都一定爱给我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今年的十七位十七家厂商也是精挑细选 金首奖现在对客户的需求就是口碑生意 我们把质量做好 客户不分大小 把我们的理念呈现出来 把我们的品质 把我们的创意一直不断的展现出来 一级尊重的5S还有ISO包括16949 我们都有严格的在执行这一部分的工作 台湾市是制造业重症过去与传统机械和机具起步 发展出精密机械科技的黄金重骨 不过今年遇到中美贸易战及新冠肺炎 全球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 但台中还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投资金额6度第一 经济部指出全台投资金额以台中市最多 总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 Y1效果也是最明显 连带增加了苗栗、彰化、南投和嘉义的投资量 金首奖的企业成为了经济的助力 江和市府一起协力,让台中继续逆势成长 记得李江台中,惨到!